这期继续分享兄弟俩110篇 万总,有些事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乔康看到万有才忙得差不多了 走进来说道 万有才刚刚想让他坐下 手机响了,是安风山打来的 于是不好意思地先接电话 喂,安局,怎么了? 万有才问道 哦,没什么事 我在医院司总这里 他的意思是你来一趟 我们有些事要商量 你是自己来,还是我派人去接你 安风山问道 什么事啊,还要我去 我这边忙着呢 典礼刚刚举行完 还有不少事要处理呢 万有才说道 是你那点是重要 还是人命重要 你心里没数啊 思佳怡从安风山手里夺过去电话 在电话里吼道 看来思佳怡是真的恼火了 好好 我这就过去 别生气嘛 气坏了身体可没人陪你 万有才陪着道 挂了电话 万有才看看乔康和梅一文 说道 没办法 我是一点时间都没有 这样吧 有什么事 你们俩商量着来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再找我 好吧 对了 梅总有我的电子邮箱 乔总有什么好建议都可以发我邮箱里 我一般是晚上才有时间看 如果能答复的我肯定会及时答复 好吧 那行吧 我们用邮件交流办公吧 乔康也很是无奈 他来的时候还担心自己在公司里没有多少权力 但是没想到万有才这么信任他 给他的权力简直是太大了 让他现在都开始有压力了 看着的万有才离开的背影 梅一文说道 乔总 他的重心不在公司上 所以 我们要多费点心了 是啊 万总一直都这么忙 自从我来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他闲下来呢 也多亏是他 经历这么旺盛 一般人可能就垮了 乔康说道 思嘉宜忍到现在才给万有才打电话 已经算是不错了 他知道万有才今天有工程开工典礼 所以一听说典礼结束了 立刻给安风山和万有才打电话 让他们到自己这里来 自己出不去 但是他们可以来自己这里啊 这也就是思嘉宜 换个人试试 再有人的社会 就有特权的出现 尤其是在当下 特权已然是充斥着整个人类社会 急急火火地叫我来 啥事啊 安局 调查得怎么样了 万有才一进门 就问道 最关键的那个人死了 剩下的那个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 这俩个人还不是本地人 我们只能是发函 让当地的公安机关 协助调查这些人的社会关系 和身份信息 安风山说道 那得查到猴年马月 万有才问道 所以 我叫你来 还有安局长就是商量一下 该怎么对爱丽亚提供安全保护 你现在是看出来了吧 有人这是要置爱丽亚于死地了 再不对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 一旦他死了 一切都白费了 尤其是在取得了重大突破的时候 不是很可惜吗 斯嘉仪看着万有才 问道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要不然 安局这边 提供一些外围的保安工作 我们内部 再请一个保安公司 雇几个保镖 给他提供贴身保护 斯嘉仪看向安风山 问道 安局长 你觉得这样靠谱吗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风险的 怎么说呢 你要是雇来的保安公司里 有这些人的杀手呢 我们对这一行不是很了解 也没有熟悉的人 所以 我建议吧 还是相信我们警察 再不计 给司书记打个报告 派一队武警去公司守着 艾总呢 我看没什么需要他亲自出面的事情 就不要出公司了 在公司里 吃住就可以了 安风山说道 嗯 我看可以 我父亲那里我来协调 安局 你现在就派几个警察去公司守着 多少震慑一下对方 我担心 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放弃的 还会再次对爱丽亚下手 也可能是他们得到了什么消息了 要赶在爱丽亚把最后的成果搞出来之前杀死他 斯嘉宜懊恼地说道 我马上就去 亲自带人去助手 安风山看向万有才 万有才点点头 他明白安风山的意思 这是多好的机会 如果能取得了斯嘉宜的信任 那么在未来的白山警戒 就有人替自己说话了 安风山走后 斯嘉宜看向万有才 说道 你闺女呢 怎么没来 在下面车里呢 昨晚折腾得太晚了 万有才说道 你去叫他上来 我有事 斯嘉宜说道 万有才一愣 原来你要找的不是我呀 是谭玲羽 万有才奇怪地看看斯嘉宜 还是去了楼下 在车里叫醒了还在睡觉的谭玲羽 我告诉你呀 待会那个阿姨问你啥的时候 你可想好了怎么回答 不好回答的就问问我 明白吗 万有才问道 睡眼惺忪的谭玲羽 看看万有才 说道 太难了 我脑子还没醒过来呢 哪些是该回答的 哪些是不该回答的 我哪知道 万有才杂败一下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见机行事 明白吗 谭玲羽撇撇嘴 没再搭理他 到了病房里时 斯嘉宜看到谭玲羽 像是看到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满脸笑容 张开双臂 她虽然不能活动 但是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哎哟 小玲羽 快点过来 让阿姨看看 你没有受伤吧 斯嘉宜欢快地问道 阿姨 我没事 好着呢 阿姨 你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啊 我都想去迪士尼了 谭玲羽说道 快了 很快就会好了 让我看看 你真的没事吗 斯嘉宜听了安风山和爱丽亚的讲述 简直是不敢相信 昨晚是谭玲羽救了他们俩的命 所以 她对谭玲羽充满了好奇 一直都想当面看看 问问谭玲羽是怎么做到的 阿姨 我没事 真的 好 没事就好 告诉阿姨 你怎么这么勇敢呢 我简直是爱死你了 斯嘉宜捏着谭玲羽的脸蛋说道 哦 这都是我爸爸平时教我的 他时常会教我一些逃生和自救的方法 那样 我就不会有危险了 最重要的是 不能害怕 谭玲羽回头看看万有才 向斯嘉宜解释道 万有才没想到 谭玲羽会把所有的事往自己身上推 这样一来 斯嘉宜看着万有才 问道 真的假的 你这家庭教育很合格呀 你爸还教了你什么 万有才无言以对 谭玲羽像是很怕万有才一样 转脸看看万有才 那意思是你让不让我说 一般的孩子有的表情他都有了 万有才那个无奈 实在是没想到 这孩子演戏也是有一套的 不去演电视电影 可惜了 别理他 告诉阿姨 还有什么 斯嘉宜的确是很好奇 最为关键的是 谭玲羽看上去不过是十一二岁的样子 但是能干出这事来 今天还能站在自己面前和自己谈笑风生 斯嘉宜心里不震惊是不可能的 还有 还有 我爸爸不让说 再说了 好多呢 我这回也想不起来了 谭玲羽轻松地化解了斯嘉宜的逼问 斯嘉宜也不再问他了 捏着他的小脸蛋 说道 阿姨 真是好喜欢你啊 来 阿姨把这个送给你 但愿能保佑你平安 说着 斯嘉宜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来一个吊坠 红绳记着的吊坠 绿色的佛像 看上去像是满绿的翡翠 南带观音女带佛 斯嘉宜脖子里的这个翡翠吊坠是一个佛像 而且分量不小 一看就不是便宜货 但是谭玲羽拒绝了 看着万有才 那意思是万有才不让他要试的 慢慢地向后退了几步 斯嘉宜就够不到他了 这是阿姨送给你的 是为了谢谢你的 来 过来 阿姨给你戴上 斯嘉宜说道 算了吧 这东西太贵重了 给一个孩子不合适 万有才说道 斯嘉宜脸色一变 说道 怎么不合适了 他救了你们 尤其是救了爱丽亚 也等于是救了我的希望 这是应该的 这点东西真的不算什么 来 凌宇 阿姨给你戴上 谭凌宇又看向了万有才 万有才最后叹口气 很不情愿地说道 阿姨给你 你就收下吧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谭凌宇这才走过去 让斯嘉宜给他戴上了翡翠吊坠 嗯 阿姨很喜欢你 以后常来看阿姨 好不好 斯嘉宜问道 嗯 我会的 阿姨 我能告诉你个秘密吗 谭凌宇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很是让人怜爱 但是万有才知道 这都是演戏 都是表象 所以看到谭凌宇在斯嘉宜面前这么演戏 身上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好 你说吧 什么秘密 斯嘉宜问道 按说 既然你说的是秘密 就该趴到斯嘉宜的耳边去说 但是谭凌宇不 她好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声音还很大 说道 阿姨 你长得很像我妈妈 说话的声音也像 哦 是吗 斯嘉宜有些意外地说道 谭凌宇 你胡扯什么呢 出去玩吧 我和你阿姨 还有事要谈呢 万有才说道 我没有胡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爸爸 你都忘了吗 谭凌宇回头质问万有才 万有才差点笑喷了 靠 这都是哪跟哪呀 我啥时候见过你妈了 说着说着 谭凌宇居然眼泪汪汪了 看得斯嘉宜心里那个难受啊 虽然她还没结婚 但是眼看着这小女孩委屈的模样 还是因为想妈妈才这样的 斯嘉宜的母爱天性瞬间迸发了 一把抱住了谭凌宇 拍打着她的后背安慰她 阿姨 我想我妈妈了 我能把你当我妈妈吗 谭凌宇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这样的话居然也敢说出来 问题是 这个从来没有和万有才商量过 这难道就是属于临时发挥吗 阿 这个 斯嘉宜慢慢松开了谭凌宇 看向了万有才 万有才也很尴尬 斯嘉宜看得出来 这个尴尬 万有才不是装的 还赶紧过来 要把谭凌宇拉走呢 但是斯嘉宜拽住了 从床头拿了一张纸巾 替谭凌宇擦拭着眼泪 然后说道 凌宇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妈妈的位置不是谁都可以替代的 明白吗 谭凌宇愣了一下 满脸的失望 低下头 点点头 从喉咙里蹦出来两个字 声音有些沙哑 明白 斯嘉宜一下子受不了了 但是再看看万有才 万有才就要过来拉走谭凌宇 此时斯嘉宜却说道 凌宇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当你干妈 好不好 干妈 好啊 干妈 我爱你 谭凌宇破涕而笑 紧紧抱住了斯嘉宜 俩人腻歪了一会 斯嘉宜才想起来 问万有才道 我做凌宇的干妈 你没意见吧 万有才能有啥意见 无奈地摇摇头 说道 小宇 你太调皮了 以后别想再跟我出来玩 你敢 以后每次到我这里来 都要带着小宇 否则你别想进门 斯嘉宜霸气地说道 斯总 你不能这样 这样会惯坏她的 万有才说道 你放心 凌宇是个好孩子 不会学坏的 好了 我和你爸爸谈点事 你先出去玩会 不要走远了 斯嘉宜在谭凌宇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说道 谭凌宇也吻了一下斯嘉宜 然后溜出去了 万有才看她欢快的背影 真的不知道 刚刚谭凌宇是在演戏 还是真情流露 自己真的是没问过她家里的情况 也不知道她爸妈到底是干什么的 怎么这么小就跟着唐国刚闯江湖了 这孩子 真可爱 我警告你 回去不许凶她 没娘的孩子就够可怜了 你这个当爹的 要多关心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 斯嘉宜对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咱们还是说正事吧 你叫我来啥意思 爱丽亚的事情我解决不了 你只有报警 否则 那些人可能还会来对付她 躲得了初一 你躲得了十五吗 所以 还是要想想办法 让警察把那个背后的人揪出来 这样才能不再被人惦记了 爱丽亚现在就是被人惦记上了 游文坤离开白山了吗 斯嘉宜问道 还没有吧 这才来了几天啊 她要是走的话 也该给我来个电话 不可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 你真的怀疑 这事是她干的 万有才不信地问道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此之前 我们还没有完全撕破脸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感觉 我们是完全撕破脸了 我明确地拒绝了她 她就再也坐不住了 我相信 爱丽亚的手下 也不是铁板一块 她可能是得到了什么消息了 比如说 爱丽亚在技术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斯嘉宜说道 万有才点点头 但是一想到这事居然是游文坤干的 自己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现实 当然了 她现在也不能确定是游文坤指使人干的 只能是瞎猜了 你现在就去找她 把你们昨晚的事说一遍 然后再告诉她警察的安排 以及破案进程 实话实说就可以 注意注意观察一下这个人 她到底是不是有可疑的地方 回来和我说一下 我想知道结果 斯嘉宜说道 我现在就去见她 万有才反问道 嗯 去探探底 但是 如果真的是她做的 不可能会这么容易暴露 尤其是我这种不善于观察的人 她就是有破绽 我也难看出来 万有才为难地说道 你去试试啊 你没去试试 怎么就知道不行呢 对吧 斯嘉宜皱眉说道 行 没问题 我这就去 对了 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下 你觉得这是好操作吗 万有才问道 啥事 快点说 莫及 斯嘉宜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想进正邪 这是好操作吗 万有才问道 正邪 你进那玩意干嘛 斯嘉宜一愣 问道 我这现在不也是企业家了吗 对吧 我也想着能 头上有点光环 我看人家那些企业家 不是这个正邪副主席 就是正邪常委的 我也想有个这样的身份 印在名片上也好 说出去也好 唬人吗 万有才说道 那你是想试正邪 还是屈正邪呢 斯嘉宜问道 嗯 这个 如果是试正邪 那就更好了 省得我从区里 一级一级往上爬了 对吧 这是对你来说没难度吧 万有才问道 没难度 你以为那是你家菜园子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我告诉你 能进入到正邪 那是需要有一定的知名度 有一定的参政的能力 你有吗 斯嘉宜白了万有才一眼 问道 知名度 我们村里人都认识我 去去 倒什么乱啊 知名度也是需要花钱买的 这样吧 你看看 最近哪里需要做做慈善之类的 捐个小学 捐助敬老院孤儿院之类的 再找几个记者帮你宣传一下 把自己的名声打出去 我也好在我爸爸面前替你说话 没办法 要想快速地进来 你就得采取这种 简单粗暴的办法了 斯嘉宜说道 那这不是成了买的了 万有才问道 那你以为呢 没名声 也不是什么领域的佼佼者 到时候有人问起来 或者是遇到好事的人调查这事 谁给你办的这事 谁都要承担责任的 也得问问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把你这样的人弄进来的 斯嘉宜话没说完 他的手机响了 拿起手机接通后 问道 喂 哪位 斯总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我是吴永明啊 怎么样 最近挺好的吧 是你啊 好什么好 我现在 躺在病床上呢 你打电话什么事 斯嘉宜脸上露出了喜色 但是语气却相当地冷淡 看得出来 他是在装呢 哎呦 病了 那我该去看看你啊 吴永明说道 你少来 我托你办的是怎么样了 有消息没有 斯嘉宜问道 不行 我得去看看你 这样吧 我对你那里不是很熟 你派人来接我吧 我还有十五分钟下高铁 派人到高铁站接我 吴永明说道 你来白山了 斯嘉宜不信地问道 我骗你干嘛 好事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所以 你得派人来接我 否则 我就坐高铁回去了 吴永明开玩笑道 没问题 我待会把接你的人手机号发给你 待会见 斯嘉宜高兴地说道 挂了电话 万有才还坐在那里 等着斯嘉宜继续说呢 斯嘉宜却说道 你去车站帮我接个人 我们的公司可能真的有救了 再也不会因为资金的问题发愁了 你这几天要是没事的话 就专门给我接待好这个人 到时候 我们要的钱就有希望了 斯嘉宜高兴地拍着床 说道 男的女的 万有才问道 男的 万有才一撇嘴 说道 一看你就没经验 男的客人 你应该是派个女的接待 我看 爱丽亚最合适 懂技术 和这人聊得来 我不行 你少来这套 她是男的不错 但是是个很正派的男人 你少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再说了 她是个军人 敢来那些不靠谱的事吗 你赶紧去 我把你的电话发给她了 斯嘉宜说道 万有才出门 叫了谭玲宇 俩个人一起去车站接人 行啊你 谭玲宇 搞关系有一套吗 万有才说道 什么搞关系 我还不是为了你 去尊任她当干妈 哎呀 连婚都没结过的人 当然不知道当妈的感觉了 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你得感谢我 谭玲宇说道 我还得感谢你 我感谢你啥 万有才问道 你想啊 斯嘉宜是谁 她老子是谁 你是谁 你是我爸 她是我干妈 这关系 是不是一听就很近 最重要的是 以后我就是你们俩联系的桥梁啊 其实吧 说老实话 我一点都不喜欢郎文杰 太冷了 和她在一起能冻死人 我看还是斯嘉宜不错 家世啊 身家啊 颜值啊 以及其他的各种方面吧 我就觉得你们俩有发展的前途 谭玲宇说道 万有才回头看看她 不禁说道 我的事我自己会办 不用你这么费心 你以后能不能别这么神经病啊 经过谭玲宇这么一解释 万有才才明白 她是啥意思了 奶奶的 我用你帮我吗 你不喜欢郎文杰 你也不能把我安给斯嘉宜吧 别不领情啊 我今天上午哭了好几次 哭得脸上很不舒服 再说了 我刚刚还就过你的命 你不该这么忘恩负义吧 谭玲宇满不在乎地说道 万有才真是无言以对了 不过她说得倒是没错 自己和斯嘉宜之间 有了个谭玲宇 那这关系是近了很多 想到这里 回头看了一眼 撅着嘴的谭玲宇 心想 谭国刚把她留给自己 到底是服饰货呢 万有才到了 车站出站口 一直都在盯着看 有没有穿军装的 但是看了好一会 也没看到有人 正在这时候 有人给自己打电话 万有才接听后 喂了一声 就发现背后 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 你好 你是万有才 来接我的吗 吴永明问道 对对 您是吴先生对吧 我一直在找穿军装的 没想到您 我出差一般都是不穿的 麻烦 吴永明一边拉着自己的箱子 一边说道 万有才连忙把箱子接过来 然后让吴永明上了车 你和思佳怡是朋友吗 吴永明问道 算是吧 我们也是合伙人 我是公司的大股东 万有才说道 哦 那你感觉 这家公司有前途吗 吴永明问道 那当然 现在很多人都想给我们投资 但是思佳怡都不要 因为这些投资都不怀好意 不是奔着技术来的 就是奔着人来的 总之在思佳怡的眼里 没有好东西 奔着人来的 什么意思 吴永明问道 就在昨天夜里 我和这个项目的唯一负责人爱丽亚一起 在送她回家后 在她的家里遭到了袭击 不过好在后来化险为夷 这才算是没出事 但是思佳怡觉得 他们对付爱丽亚 不可能只有这一次出手 所以 我们的环境很恶劣 不过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个项目的确是很吸引人 一旦成功 将会给能源格局 带来致命打击 不是每个人都想让爱丽亚活着 万有才说道 看来 我来得还不算是太晚 要是爱丽亚死了 那这个项目 也就算是胎死腹中了 走吧 先去医院看看思佳怡 她怎么了 我听着声音还可以 吴永明问道 出了车祸 当时车里就有爱丽亚 差点死了 好在是都抢就回来了 万有才说道 真是祸不单行啊 那车祸调查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永明问道 没有结果 说是汽车刹车失灵 反正这样的案例 反正这样的案例多得很 万有才说道 吴永明若有所思 不过没有证据的时候 他没多说 只是说了一句 我看你们 以后要小心点 现在想来 那起车祸 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 要是当时一箭双雕 把他们俩都撞死 那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你的意思是 车祸也是有人故意为之 万有才问道 现在黑客的技术很发达 通过入侵手机 可以实现手机 和汽车蓝牙相连 然后通过手机控制汽车 这是已经证实了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 就用这样的手段暗杀 手段隐藏得很巧妙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吴永明说道 他们俩惊动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 万有才问道 如果这个技术 美国不能掌握 他们通常的做法 是把人做掉 这样就能保持 美国在这一领域的 领先地位 前几年 伊朗大学的几个 和科学家接连横死 这就是情报机构的功劳 人才的高度决定了一个 国家科技的高度 所以 斯嘉宜和爱丽亚 从事的这个工作 足以引起 境外情报机构的重视了 吴永明说道 真的有这么厉害 我怎么觉得 几倍有些发凉呢 万有才说道 真正的黑客 可以利用你身边的一切电子工具 所以 本拉登从不用电子通信工具 他们只用口耳相传 最原始的通信方式 口信 吴永明说道 虽然万有 才有些将信将疑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你未知的东西 你不知道 不代表这样的事情不存在 人的知识面是很窄的 所以 万有才觉得自己 该真的小心了 老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哎呦 这看起来伤得不轻啊 吴永明看着病床上的斯嘉宜 问道 是啊 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 是他从车里把我就出来的 当时真的是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 斯嘉宜指着万有才说道 哦 我明白了 你救了他 他为了报答你 就以身相许了 对吧 我来的时候 问他 你们是什么关系 他还说是合作关系 这有什么吗 再说了 斯嘉宜现在怎么说 也算是个黄金圣斗士了 再没人要 就真的剩下了 吴永明开着俩个人的玩笑 喂喂喂 你来这里是看我来了 还是专门损我来了 斯嘉宜喊道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我今天不请自来 的确是有好消息 我把这个项目报上去了 但是你也知道 上面那些官老爷整天忙着很多狗屁事 你这个项目看到没人看 我也是通过一些自己的关系 行了 我领你的情 你就直接说结果 好吧 别喝个娘们似的腻歪了 斯嘉宜很不客气地说道 好好 我这么说 就是想告诉你 其实这是不简单 你得领我的情 吴永明说道 我知道 我领情 你就说结果吧 现在第一大股东也在这里呢 你有啥事不用藏着掖着 都说出来 行就行 不行还让他送你去车站 有多远滚多远 斯嘉宜说道 万有才一言不发 但是看着他们这谈话的架势 关系肯定很密切 他们好在还是有识货的 所以 他们同意给一部分国家扶持基金 但是这个技术要保密 而且 不能首先用在民用领域 吴永明说这话时 显得很没底气 完了 斯嘉宜问道 总结起来就是这句话 你还想知道什么 吴永明问道 我想问 不允许首先运用于民用领域 我们投入这么大 那成本什么时候收回来 斯嘉宜问道 成本 你们有多少成本 只要是拿得出来书面证据的 我们出一倍的价钱赔偿 所有的研究成果归国家所有 具体来说 就是先归军方所有 吴永明说道 斯嘉宜问言没说话 看向万有才 问道 你什么意见 问我 万有才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 不问你还问谁 对这个条件你是什么意见 我们是建好就收 还是再继续干下去 斯嘉宜问道 万有才笑笑 说道 吴先生 您的行李还在车上 我看就没必要卸下来了 走吧 我送你去车站 现在走 还来得及赶上回去说的火车 斯嘉宜闻言笑了起来 看向吴永明 问道 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们领导的脑袋进水了 还是被驴踢了 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代表的是国家 能给国家省钱最好了 再说了 你们也不能一头扎在前眼里吧 也得考虑一下国家的难处 没有国哪有家 对吧 你还是领导干部的孩子呢 觉悟要高一些 吴永明摇头晃脑地说道 我告诉你 吴永明 你们可以投资 但是占股份的事就不要提了 我们会根据你们投资多少 来决定向你们提供成品材料 换句话说 你们现在的材料相当于预付款 你们爱买就买 不买拉倒 至于你之前说的那些话 收回去吧 我们不可能答应的 我们卖的是产品 不是技术 更不可能把这样的技术 全都让你们垄断起来 思佳怡说道 可是我听说你们现在不但是没钱了 还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吴永明问道 我知道 但是我们能挺过去 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万总 把他送走吧 思佳怡说道 别呀 我刚来 连口水都没喝呢 就这么把我赶走了 这不合适吧 咱们怎么说 也是老朋友了 吴永明说道 吴永明 你带来的这是什么好消息 我告诉你 这样的条件 没人会答应的 这是我们自己投资研究出来的成果 不是在你们的支持下研究出来的 你搞清楚这点 再来和我谈 思佳怡怒道 好好 别生气 我还要在白山待一段时间呢 咱们有的是时间聊 所以 别生气哈 吴永明倒是一点都不生气 笑着起身和思佳怡告别 但是思佳怡都懒得搭理他 万有才和吴永明出了门 上车 万总 帮我找家酒店吧 一般的就行 贵的不给报 吴永明说道 你来了白山 还能让你住闹地方 你放心 吃住都是我包了 挂在我公司账上 不是爱华高科 不论怎么说 咱们还是朋友 这几天 思佳怡的脾气是很怪 可能是在床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带傻了 不过 你们的条件太苛刻了 我们现在是缺钱 但是也不是转不开圈 你们这样做 那和趁火打劫 没什么区别吗 万有才说道 哎 我也有我的难处 我是搞研究的 但不是科研 所以和你们这行事 扒杆子打不着的 我再去和人家军队的科研部门对接 那也是说不上话 所以 我在想 怎么才能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式呢 我是说 双赢的解决方式 吴永明说道 这就对了吗 现在什么事不是讲究双赢 不过你刚刚这么说 我倒是有个疑问 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是看不上我们这个项目 然后故意这么说 然后让我们知难而退了 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样的话 你的面子也给了 是我们不同意的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 万有才问道 万有才一句话 把吴永明给问猛了 瞪了前面看了一回 说道 不会吧 那我再问问 要是现在这条件 无论是我还是斯嘉怡 都不会同意的 这太苛刻了 我们等于是忙活了这么久 就赚了个加工费 这才多少钱 这个项目一旦成功 那可是成百上千亿的项目 可以说 有了这个专利 我们的后代能吃十辈子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卖掉 让谁说 也不会这么干的 万有才说道 哎 好吧 我再想想办法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这家酒店 是你们白山最好的酒店了吧 在白山大酒店 门前下了车 吴永明问道 你只管住 想住多久都可以 我以前还真是不认识军队的朋友呢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走吧 房间都订好了 万有才说完 从车上卸下来吴永明的箱子 然后一起向大堂里走去 这边斯嘉怡还在生气 本来以为是个好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 差点把他气炸了 见过土匪 也没见过这种 吃人不吐骨头的土匪 都安排好了 万有才到了医院时 都天黑了 但是还是要回来和斯嘉怡商议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嗯 先安排住下了 这个吴永明 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怎么会带着这样愚蠢的条件 来和我们谈呢 这不是明抢吗 万有才问道 谁说不是呢 我刚刚还在想 吴永明和他的领导 到底谁的脑袋坏掉了 这样的事情都能想出来 斯嘉怡问道 万有才叹口气 说道 可能不止他们 可能还有其他人也知道了 我们现在没钱了 所以都想着趁这个机会压架 想要把我们已经 倒嘴的肥肉抢走 我看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下一步该怎么办 万有才离开医院后 去了灵山寺 想去看看尤文昆在干什么 虽然万有才知道 自己去了也是白去 但是如果不去的话 可能尤文昆还以为 这是就算过去了呢 当然了 这是建立在暗杀爱丽亚的事情 真的是尤文昆指使的前提下 如果不是 那就是无用功了 你还会去你师父住的地方看看吗 万有才问旁边的谭灵语道 嗯 我想去看看 依我说你还是别去了 大晚上的 不安全 到处黑漆漆的 有啥可看的 万有才说道 谭灵语看向万有才 愣了一会 问道 你是自己害怕 需要我陪着你吧 万有才尴尬地笑笑 说道 随你怎么说 你要是想去的话 你就去好了 完事我们在停车场见 待会还得回去呢 谭灵语见万有才这么说 显得非常大度地说道 算了 我还是陪你去吧 你去见那个有老板对吧 但是依我看呢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那个人是个老狐狸 什么意思 万有才问道 什么意思 尤文昆也问道 此时的他 正在寺院里的小院里 和一个人密谈 意思就是 这件事要缓缓了 一击不成 他们提高了警惕 我的人蛇了两个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我供出来 所以 我今晚就要离开白山 看看风向再说 这就是你说的高手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你们就蛇了两个人 我想知道 那个女人是武术高手吗 尤文昆问道 不是 但是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我现在还不知道 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消息 加强戒备了 这都是未知数 但是现在那个女人 基本不出公司了 公司里现在有十多个警察 每天都在蹲守着 你知道 干我们这一行的 杀其他人几个都无所谓 但是警察嘛 我们是能不动就不动 一旦杀警 那是会引来警察血腥报复的 我们不能 为了这一桩买卖 把自己给搭进去 所以 我还得再考虑一下 你这是不讲诚信了 收了我的钱 但是是却没办成 这就要撤摊子 没你们这么干的 这样的话 你们以后还能有生意做吗 尤文昆非常不悦地说道 钱我们会退一部分的 但如果全退 不可能 毕竟我们也蛇了人了 万有才的车 停在了四门前的停车场 万有才看到 旁边也停着一辆车 这么晚了 谁还在这里上乡吗 这里除了万有才常来之外 就是谭明旺的家人了 这个时候 谭家人会来上乡吗 下车的时候 万有才告诉谭领宇 待会你记下来这辆车的车牌号 下了车 万有才领着谭领宇向四门走去 谭领宇回头看了一眼这辆车 然后记住了车牌号 进了四门 悄悄告诉了万有才 万有才又把车牌号发给了安丰山 并且附上了一句话 查查这个车牌号 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万有才带着谭领宇直奔尤文坤住的小院 敲了敲门进去了 尤文坤给他们开了屋门 见识万有才 说道 我以为刚刚走的那个和尚又回来了呢 你再晚来一会 我就睡了 与和尚下了半夜的旗 累得脑人疼 有时候真的是很羡慕这些和尚 每天不用考虑那么多事 只需要考虑一件事就行了 很惬意 万有才进了屋 但是谭领宇却没有进去 而是坐在外面的石凳上玩手机 一看和现在别的孩子 没有任何的察觉 跟着大人出来 大人忙别的事 孩子就开始玩大人的手机 我也没事 就是过来看看你 思佳怡就是那脾气 再加上 他老子现在是白山市委书记 所以 在白山的地盘上 谁敢惹他 他说的那些话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 我来 就是这个意思 万有才边说 边用铸铁的壶烧上了水 哎 我没生气 我只是 觉得自己的一片好心 他却当成了驴肝肺 上火呀 尤文坤说道 他小心也很正常 昨晚两个人闯进了 爱丽亚爱总的家里 想要杀了他 我当时也在场 要不是我 估计他就完蛋了 不过那几个人倒是很奇怪 他们都是带着枪的 但是他们却忙活了半天 说是有人雇佣了他们 杀人还得看起来是意外 所以他们在浴缸里放了水 还改造电路 奶奶的 他们以为这是装修房子呢 还要改谁改电 所以 耽误的时间长了 我报了警 结果是一死一伤 现在警方还在调查呢 可能会在不久后就有结果吧 哎 现在这社会多复杂 中国的治安算是好的了吧 还能出这种事 这些人的胆子也真是包天了 万有才摇头叹息道 有人暗杀爱丽亚 目的是什么 尤文坤问道 万有才摇摇头 说道 正在调查 目的不详 只能说 他们是有备而来 白山警方很恼火 尤其是思佳怡知道了这事之后 现在对爱华高科 可谓是外松内紧 他们判断 杀手不可能这么快就放弃了 还会有袭击 所以 你现在 想去爱华高科参观 也没有可能了 我原来还想着 等到合适的机会 带你去参观一下呢 现在来看 没可能了 至少是近期没可能了 哎 都是一些意外之事 奶奶的 看来我和这个项目 是没有缘分了 有才 你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机会 这个股权不能转让给任何人 实话告诉你 这个科研项目很有前途 将来会给你带来大量的财富 游文坤善善地说道 真的假的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项目 好像是搞传销的 所以一直不是很看好这个项目 关键是太费钱了 万有才很无奈地说道 游文坤笑笑 没说话 只是在心里感觉到老天很不公 这样一个没有眼光的家伙 却有这么好的运气 自己费尽心机 想要夺得这个项目 但是却没有机会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你确定 万有才没有在游文坤那里待多久 就带着谭铃宇一起出来了 上了车后 万有才看看旁边的那辆车 还在呢 我确定 我虽然在院子里坐着 但是在院子的那个角落里的厕所里 一定有个人在里面 我当时不确定到底是谁 没有你的同意 我也不敢过去 怕坏了你的事 谭铃宇说道 游文坤告诉我说 有个寺院里的和尚 和他下棋下了半夜 刚刚走 会不会是那个和尚 不会 从我们进去到出来 一共是四十五分钟 我们进去的时候 没见到有和尚吧 那你的意思是 那个和尚在厕所里 蹲了四十五分钟 除非那个和尚是站着拉屎的 否则 蹲四十五分钟 腿受得了吗 还不得做粪堆里了 谭铃宇说道 行了 别恶心了 走吧 下山再说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一直没有得到 安丰山的回信 也不知道这家伙干什么去了 此时安丰山在开会呢 而且是市局的临时紧急会议 不用说 这是斯嘉已起了作用 把爱丽亚的事情 告诉了斯南夏 斯南夏这才重视起来 把这事交代给了刘震东 要他确保万无一失 都紧张起来之后 杀手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无论怎么说 万有才还是相信尤文昆的眼光 他以自己的名义 又在谭命望那里 借了两千万 都交给了爱丽亚 丑话说在前面 这钱可真的不一定能还上 你这么投入的话 要有思想准备 斯嘉宜对万有才说道 没办法 谁让我上了贼船了呢 再说了 你还是我孩子的干妈 干妈有事 她爸不伸手 这也说不过去吧 我以我的名义借的 要是真的赔了 我认了 我用建筑公司的钱来还吧 万有才说道 斯嘉宜听到万有才这么说 着实小小地感动了一下 嗯 我有件小事 想要和你商量一下 你看能不能给叔说情 万有才犹豫了一下 说道 什么意思 说吧 我就知道 你哪有这么好心 肯定是讲条件的 对吧 斯嘉宜白了他一言 说道 你看你 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这不都是做生意吗 就是关于经纬集团的事情 和你爸提提这事 是不是可以把经纬集团 和成功的案子分开 经纬集团的左建东 没有多少事 这件事能抹了就抹了吧 我看好了他名下的三块地 我想开发那几块地 我这边要是顺利的话 也可以给爱华高科书 更多的写不适 万有才说道 左建东的那几块地 可是只好几个亿 还是按以前说的 一人一半 斯嘉宜说道 哎哎 太黑了吧 那几块地 现在也属于人家经纬集团 万有才说道 没有我在后面运作 你觉得你能行吗 你现在是在求我吧 斯嘉宜说道 看上那几块地的不止你我 还有文副省长的儿子文刚 这是怎么办 万有才无奈地说道 那是你的问题 没有一半的钱 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再说了 我这也是为了筹钱 你那一半的钱 能投到爱华高科吗 斯嘉宜白了他一眼 问道 这几块地 和程千鹤的案子有关系 现在程千鹤的案子 没有定论 我们现在也没法操作吧 你现在有机会操作这件事吗 万有才问道 应该差不多了 程千鹤的案子 昨天移交检察院了 审查起诉 等他的案子审理一下再说吧 如果经纬集团拿地时没有成千鹤的关照 那这是还有的谈 如果是在他的关照下拿的地 那经纬集团必须做出解释 到时候 别说是地皮了 就连他们公司都会被注销 强制注销 因为涉嫌犯罪了 斯嘉宜说道 怎么 他的案子完事了吗 万有才问道 上面说该完事了 不要再继续拖下去了 所以就结束了 不再审问了 该有多少事 就算是多少事吧 处理了暴露出来的事 至于没有暴露的吗 那就算是不存在吧 斯嘉宜说道 有人干预办案子了 万有才问道 这话问的 哪个案子不被干预 算了 别提这事了 你和宇游文坤谈得怎么样 斯嘉宜问道 万有才摇摇头 说道 我没看出来什么不妥 倒是谭玲宇说 他的院子里 当时还有个人在 但是是谁 我们没见到 在灵山寺的停车场上 停着一辆车 后来安丰山查了一下 那是一辆套牌车 线索就到这里了 再往下查 没什么可查的了 这么说 游文坤还是有嫌疑的 嗯 安丰山已经派人去灵山寺了 想着暗中调查一下这个人 但是我觉得效果不大 安丰山说 这些人都是专业的 留给他们调查的证据和线索很少 都是断断续续的 根本不能形成证据链 这也是为难的地方 万有才说道 我现在倒是不担心爱丽亚了 我倒是有些担心你了 你现在是公司的大股东 又和游文坤的关系密切 所以 你要多加小心了 斯嘉怡说道 你还担心我呀 真是受宠若惊啊 不过我感觉没事 我和她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再说了 我们的关系还不错 还很谈得来 她会对我下手吗 万有才问道 不是这么回事 我是说 她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设计你 既然不能直接 从爱华高科获取利益 那么曲线救国 在其他方面设计你 从你这里获取利益 而你的利益在爱华高科 到时候 不是一样获取高额的利润吗 到时候 公司一旦上市 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 恶意收购之类的 所以 我们三个人一定要守住底线 必须把我们三人手里的股份 牢牢地掌握在绝对的控股层面 斯嘉怡说道 我是没问题的 只要是你们不先放弃 我这里是不会的 万有才说道 那就好 你放心 我们也不会放弃 我们三个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现在来看 也只能是这样了 斯嘉怡说道 万有才笑笑 看看斯嘉怡 再想想爱丽亚 心想 要是真的能和你们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就好了 想着爱丽亚的妖娆身材 再加上斯嘉怡这样俏丽的容颜 万有才一时间想入飞飞起来 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看到万有才这表情 斯嘉怡皱眉问道 喂 你在想什么呢 哦 嗨嗨 没想什么 只是一时间有所感悟 算了 不说了 要是没有其他事 我先走了 万有才说道 行 对了 凌鱼怎么没来 我那天把我认她当干女儿的事 告诉我妈了 我妈还很高兴 想着见见她呢 下次一定要带她来 斯嘉怡说道 好 没问题 我再给她找学校 想把她弄到学校里去上学 老师跟着我瞎转悠 也不是个事 对了 白山一中你认识人吗 万有才问道 她这么小 你想她上白山一中 那可是高中 斯嘉怡说道 不是她上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从外地过来的 我公司里的经理 想让她妹妹转学到白山来上学 我就是问问 没有关系就算了 万有才说道 这还不简单 我待会给教育局的人打个电话 问好之后 我让他们联系你 可以了吧 谢谢了 我这几天正在愁着事呢 谢谢 跟着司总混 就是舒服 万有才恭维道 斯嘉怡脸色一红 说道 什么叫跟着我混 行了你去忙吧 对了 从护士站帮我把护士叫来 斯嘉怡说这话时 眉头紧皱 万有才说道 你没事吧 需要我帮忙吗 你去叫护士就行了 我要上厕所 斯嘉怡说道 万有才到嘴的话没敢说出来 他还想说自己帮忙呢 灵山寺今天很热闹 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来不少的乡客 游文坤站在寺门前向下面望去 白天的城市和晚上还不太一样 他没时间欣赏这样的美景 心里还在想着爱华高科的事 万有才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吗 还是无意间的呢 这些日子他很老实 刘震东派人在这里盯了一个星期了 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游文坤不是在佛前诵经 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思考 到今天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看看大自然的风光 一看也不像是要出门的样子 手里只带着一部手机 在他沉思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看了一下手机 接通后一句话不说 只是听着对方在讲话 游先生 经过评估到目前来说 我们还没有能力 在短期内获得突破 如果不能合作 只能事先阻止他们的进展 你还得再想办法 我倒是很想再想办法 但是你们联系的人是一群草包 把事情搞砸了 现在他们已经是全神戒备 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了 游文坤说道 我们会从这边派人过去 你把目标地点的周围地图 和建筑之类的搞清楚就可以了 我们的人到了之后会和你联系的 说完 那边就挂了电话 游文坤听完 狠狠地把烟头扔在了地上 很显然 他很恼火 但是恼火归恼火 自己也只是个干事的人 做不了别人的主 万有才从斯嘉仪那里出来之后 到了车里 接着给文刚打了个电话 文刚这家伙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承千鹤被公诉这件事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难道他不想和成功合作了 喂 什么事 文刚趴在大床上 后背上骑着一个妙龄女郎 正在一寸一寸地为他松着筋骨 昨晚实在是太累了 一次性叫两个女人 真的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承千鹤被公诉你知道吗 万有才问道 知道 我也是刚刚听说了 你的消息很灵通啊 文刚说道 你该早点告诉我这事 我们要是不能把国内的消息 及时告诉成功 他会怀疑我们的诚意 合作的事 你不想干了 万有才问道 不是我不想干 是我家老头子又警告我了 让我离成千鹤的案子远一点 他不想因为这个案子的事情 再出问题 不想再出一点问题了 文刚说道 什么意思 好容易才有人说 成千鹤的案子到此为止了 他在白山干了这么多年 白山出去的干部也不少 要是真的一一查起来 得有多少人进去 或者是因为这是被免职 你说那会空出来多少位置 文刚说道 空出来位置不是更好吗 正好可以再提拔一批 再发一遍才嘛 万有才开玩笑道 你说的简单 下面的小虾密 可以在本地提拔 上面的呢 现在省里的关系好容易稳定了 要是因为成千鹤这只死老鼠 坏了一锅汤 那就要从外面进人 明白吗 到那时 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现在最好 这也是各方达成的妥协 文刚说道 那成功那里怎么办 不合作了 他会放过你我 万有才问道 他敢 万有才是不敢和文刚比 所以 他还得拉上文刚 否则 接下来很多事没法操作 必须拉着文刚这张虎皮 来扯大旗 文绍 他在国外 你在国内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而且现在查这些事 查得这么紧 慢说有些事是真的了 就是不是真的 在你家老爷子关键时刻造谣声势 即便是将来能调查清楚 那还管个屁用啊 黄花菜都凉了 万有才说道 这个混蛋 他敢吗 文刚一跃而起 差点将身上的女孩掀到地上去 万有才在电话里 都听到女孩尖叫的声音了 他敢不敢那是他的事 我是说 如果你家老子真的因为这事出了问题 你想想 你上哪找后悔要吃去 再说了 即便是他不亲自出手 把这事透露给别人 我想 你老子还能没几个仇家吗 万有才问道 那你什么意思 说 文刚活道 我的意思是 第一件事 就是成千贺的案子问题 咱得开始活动了 或者说 你不好出面 我去活动 咱们一鸣一案 把这事搞个差不多 才能和成功谈合作的事吧 要是需要钱 你尽管说 成功有的是钱 这点你知道 万有才说道 好 你抽个时间来一趟江都吧 咱们商量一下 文刚说道 我下午道 咱们晚上见吧 万有才说道 好 晚上见 对了 叫上我表妹 好久没见她了 文刚说道 挂了电话 万有才想了好一会 才给杨风林打了个电话 我下午要去省城 你去吗 万有才问道 你不能改天再去 现在是你的好机会 杨风林小声说道 什么意思 什么好机会 万有才一愣 问道 文力同病了 郎文杰从京城过来看她妈了 刚刚道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这是个多好的机会 省得你那期煸汤都白喝了 要是不管用 你怎么交代 杨风林说道 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当成重驴了 万有才不悦地说道 你是什么重 那是你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 该通知你一声 毕竟我现在也是 跟着你混 你要是好了 我也跟着沾光 你要是不好 我就得跟着倒霉 杨风林说道 万有才没有忘记 格锦山交代的任务 但是觉得 这样目的性太强了 反倒是不好 所以 当杨风林告诉她这是时 她还是有些抵触的 但是没办法 还是这是重要一些 所以 当万有才出现在 文力同所著的 观兰湖别居时 杨风林嘴角露出了 得意的笑容 我帮你算过了 这几天是最好的时间 你最好是在这几天里 多来几次 你知道 她也知道 她不会给我机会的 待会见了面 看看情绪再说吧 走了这么久 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我感觉 我和她之间 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师父的如意算盘 怕是连算盘珠子都打没了 一样不管用 万有才说道 阿姨 你病了怎么不告诉我 文杰这么远都知道了 我就在白山 你不告诉我 这还是拿我当外人吗 万有才进了客厅 看到文力同坐在沙发上 是有些精神不济 一点小毛病 我也不想让她来 她打电话听出来了 非要来看看我 其实都好了 我吃了药了 要是真的不行 我肯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文力同说道 文杰 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去车站接你啊 万有才看向郎文杰 说道 不用 我又不是不知道地方 再说了 你这么忙 没必要的 郎文杰说道 我再忙 也没有你的事重要啊 对了 在公司里上班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在社会上闯荡舒服多了 我还想着过几天去北京看你呢 没想到你回来了 万有才说道 看我干嘛 有事 郎文杰问道 万有才摇摇头 说道 没事 就是想你了吗 当着文力同的面说这些话 文力同的脸色都红了 而郎文杰 只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胡说什么呢 你们聊 我去做饭 文力同站起来说道 我去帮忙 杨风林赶紧说道 一瞬间的功夫 客厅里就只剩下万有才和郎文杰了 我们回房间吧 师父那里出了点事情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万有才说完站了起来 郎文杰本来是不想去的 但是听到万有才说是关于格锦山的事情 他不得不去 万有才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来的时候 佛陀项链早已戴好 此时的万有才身上 就散发着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 经由万有才的体温催化 渐渐地挥发出来 在不知不觉中 郎文杰早已稀释进去了 你现在是不是和师父很少联系了 或者说断了联系了 万有才问郎文杰道 郎文杰开始时没说 过了一会才说道 我累了 不想再做那些事了 我想继承了我父亲的企业 好好做生意 好好过日子 现在过上了正常人的日子之后 我才明白 以前的那些日子 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了 万有才文言一愣 这话是啥意思 这是要退出了吗 文杰 你这话没和别人说过吧 万有才问道 没有 我只和你说的 但是我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呢 郎文杰问道 万有才摇摇头 说道 没和别人说过就好 这话千万不要让师父知道了 否则后果真的是很难说 你还是小心点吧 你想要退出去 你认为这可能吗 郎文杰站起来 走到了万有才的面前 说道 你呢 你是站在我这边 还是站在师父那边 万有才差点笑出来 抬头看看郎文杰 问道 我站到他那边 我还能帮你 我要是站在你这边 咱俩谁都活不了 你信吗 郎文杰知道 万有才说的是实话 但还是很生气 可是生气归生气 现在的郎文杰 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 可能是在真正的 有人的环境里 锻炼出来了吧 他在万有才的身边坐下 说道 有才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我还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总觉得 这是很蹊跷 什么事 万有才问道 我怎么觉得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正在发生我的身上呢 不知道我考虑的对不对 郎文杰悠悠地叹道 万有才看着他 问道 到底是什么事啊 看你这样子 是遇到难事了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 师父是这个世界上 最疼我的人了 但是我现在却越来越怕他 好像所有的事都要听他的 要是不听他的 就不会有好下场 你说我说得对吗 郎文杰问道 万有才一愣 说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吧 郎文杰看了他一会 说道 他对我 其实和我们对其他人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得到财富 得到别人家的财富 我说得没错吧 万有才一愣 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包括养我大 一直教我各种本事 一直到现在 又把我塞给你 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为了火门的利益 我们在其他地方 也做过这样的事 只是我没想到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对不对 郎文杰问道 万有才站起来 走到门口 忽然拉开了门 发现杨风林就站在门外 想听我们两口子说话 就进来听 在门外听 听不清楚吧 万有才说道 郎文杰其实要比万有才警觉得多 但是这一时刻 他的心思都在想要和万有才说的这件事上 根本不在周围的环境上 所以 当万有才拉开门时 他才发现 门外居然一直在有人偷听 不是 我刚刚来 你的手机落沙发上了 一直在想 我给你拿上来 杨风林有些尴尬地说道 郎文杰看向杨风林的眼神是凌厉的 但是却也没有将火发出来 因为虽然杨风林现在跟着万有才 但是杨风林是谁的人 郎文杰比谁都清楚 所以 平时对杨风林一般都是敬而远之 谢谢 要不进来做会 万有才笑笑 问道 不用了 你们继续谈吧 不过也快吃饭了 杨风林笑笑 下楼去了 万有才重新关好了门 坐下来 说道 这样的事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不要乱说 小心隔墙有耳 师父现在对你还是信任的 所以 你不要想那么多 即使是有那样的想法 最好也是憋在心里为好 因为你现在没有任何能力解决这件事 万有才说完这话 一伸手 把郎文杰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坐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郎文杰以为他要对自己使坏呢 想要挣扎 但是被万有才抱住了 万有才在他的耳边说道 现在 我们手里最好的武器就是时间 它现在多大了 我们现在多大 所以 在没有必胜的前提下 最好的反击就是隐忍 而时间是最好的武器 郎文杰瞬间明白了 万有才什么意思了 是啊 他们现在很年轻 但是格锦山已经是老太龙中 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 可是格锦山最缺少的也就是时间了 他让我当他的接班人 那我就当好了 至少我答应他之后 我还可以继续逍遥快活 还可以利用他手里的资源为我所用 我还可以继续我的生意 继续积累我的财富 虽然在这中间会损失一些东西 但是大部分还是可以赚回来的 所以 我决定 听他的话 做他的接班人 到那时 我就可以还给你自由了 你们家的财富 还是你们家的 和伙门无关 我这个承诺可以吧 万有才问道 我一直都不太相信这样的现实 这是我父亲看出来的 所以告诉了我 如果这是真的 我真的是很伤心 但是没办法 我没有任何的能力阻止这一切发生 更何况还有个米小碗 我现在在公司里 真的是身心俱疲 过得很难受 很纠结 郎文杰说道 没事 别怕 一切有我呢 你怕什么 万有才说道 我也担心你 他现在年纪大了 越来越不相信人 杨风林跟了他这么久 说不要 还不是就这么赶出来了吗 郎文杰说道 万有才笑笑 说道 他又找了个新的 是姐弟俩 叫王丽娃 王丽辉 现在贴身保护他 就算是唐国刚活着 恐怕也不可能再对他形成什么威胁了 能打败他的 也许只有时间了 好 我听你的 但是弥小婉怎么办 现在不仅他继续在公司里待着 还招了个办公室人员 整天打扮的和唱戏的戏子似的 他们俩现在是形影不离 好像还在一起住 这可真的是很奇怪 弥小婉可是不和任何人有接触的 除了我父亲之外 但是下面居然和那个女人接触的这么频繁 我很担心会出什么事 郎文杰说道 那有什么 只要不和你爸接触不就完事了 你还担心这是干嘛 万有才问道 郎文杰摇摇头 说道 我总是担心这里面会有什么阴谋 总之 弥小婉在公司里 我浑身不舒服 但是我爹不知道吃了什么迷糊药 似乎不同意把弥小婉开了 万有才不想听他叨叨 公司里的那些事了 他还要干完自己的事呢 不知不觉间 嘴拱到了脖子里 一边深深地吸了一口 非常享受地呼吸着 一边说道 好久没有闻过你身上的味道了 要不然 我今晚不走了行吧 你想干嘛 郎文杰有些异动 一方面是 刚刚和万有才谈了这么多 因为这些话 自己从来没对人讲过 也没有人可讲 他发现自己 和万有才说说这事 说完之后 心里还挺舒服的 另外一方面 当然是佛陀项链的功劳了 在万有才体温的滋养之下 一直都在切而不舍地发出催情的味道 让郎文杰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湿润了 那种感觉让他想走 却舍不得走 想要站起来 都感觉自己没多少力气了 万有才趁机在他的身上 施展开了鬼手十三招 每一个动作都能将他向秦谷倩的深渊里推上半步 于是 半步半步 虽然很慢 但是他们却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早晚都会把米小碗抓到我的手里 到时候 你想怎么样 他都可以 我和你在做这样的事时 让他在旁边为我们服务 为你擦汗 为我助力 好不好 就像是现在这样 万有才在郎文杰的耳边念叨着 像是唐僧念经一样 但是万有才的这些话 却将郎文杰暂时带离了眼前的处境 却把他带到了一个让他兴奋异常的环境里 他仿佛看到了万有才所描绘的一切 所以 当他和万有才彻底结合时 身体的反应紧张而激烈 一切又回到了现实 却已然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